今集帶大家去中環食玩麥的最新好去處 還有虛擬導遊跟我們去KONU大玩另類深導遊 Hello 大家好 我是沙駱 Hello 我是Fancy 平時我是在中環上班 我應該很少看到 他日後會過來中環這邊 我這次的專程是為了一個景點 這就是最新活化的中環街市 雕空18年的中環街市 現在終於做完活化 但它已經不是街市 而是中環的新地標 比起以前路面更闊 更多了些樹 而白甲也走遠了 門口少了穿屎 一進來這裡 看到身後已經有超多雞蛋汁 這是打卡位 今天有女子12岳方 很不同 其實這裡還有很漂亮的庭院 可惜這一天被舞台遮住了 你過來 好可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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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一下 很搞笑的 可以選擇你自己的角色 可以拍照 很搞笑 這個 你很像 這個 有大眼睛 沒有阿伯的樣子 做完可以用QR曲 下載你的角色 它還會出現在這個大銀幕上 現在的中環街市 原來是第四代 以前曾經採用過 維多利亞式的建築風格 還曾經是日治時期 那個名為中央市場 這裡新開了很多餐廳 酒吧 飲品店 一間小食店 還有超市 簡直是中環人的午餐廳 好去處 在一族新餐廳裡 我們選了一間 新派茶啤酒館 是餘心酒店集團旗下 主打本地特色的國際美食 有新派西菜 甜品 蛋糕 和輕食 這裡的咖啡好像挺不錯 我之前開張那天 都來過這裡 那時候你看到這間餐廳 是超級多的 終於今天有機會試一下 因為那時候 其實店舖是未開齊的 待會吃完之後 可以再看看還有什麼新店 我們也有叫到Burger 味道都不錯 不過就不是這裡的重點 這個看上去很吸引 有沒有看到 多大塊海膽在這裡 海膽啊 好棒啊 剛剛吃了整塊海膽 在口裡滑一下 我決定下次午餐時間 還要跟同事來霸位 我要吃回這裡 我之後也有跟同事來這裡 再試一下其他餐廳 地下的餐廳有一個更快捷的點餐方法 來到這裡 可以選一個乾淨舒服的位置 桌上有個QR Code 讓你探索來點餐 坐在一個位置 才慢慢選你喜歡的食物 看到餐廳叫號碼 才截出去拿 想知道我平日午餐吃什麼 可以follow我IG 這裡的樓梯間 還有很大幅打卡場 不過也挺多人 要打卡真的要早點來了 中環街市裡面最具特色 就是這個水磨石的主樓梯 現在其他建築物都已經很少見到 這裡比平日一至五更多人 不過看到其實店舖還沒有完全開 可以再遲兩三個月來 可能會沒有那麼多人 這裡的舖位都是招募一些無名的小碟 希望支持初創 所以賣的東西都頗多元化 頗有特色的 後面做了一整個Postcard 超可愛 全部都是人手做的 好美啊 我看來看這間的東西 真的 好像冬天冷衣的織紋 那些織紋 看得出來這些杯碟是香港的Pattern 這間的東西都是標榜 可以循民在用 回收 或者可以生物降解等等 所以都是一些比較天然 還有無辜染的概念 還有這裡是可以根據你自己想買多少 自己去拿的 記得自攜勇氣 支持走數 不要錯過這道牆上面的QR Code 一scan就可以看到不同類型的介紹 好像這些分隔店的鐵集 就是60年代的集體回憶 我記得以前頂層這裡 應該是全部都是那些什麼裁縫 還有一些很up-up的店 這些裝修全部都是新進駐 還有很漂亮 看看上面的Decoration 真的會走得很舒服 下次可以來SoCay 對 我們是沒猜到這裡 原來多了這麼多小食店 因為我上次來的時候 這裡都是未開的 剛剛跟老公說 這裡有一間雪糕 是好像一塊糞便 不應該這麼說話 其實它是很典型的雪糕 SoCoco是主打純素雪糕 招牌味道就是這個椰子味雪糕 看好可愛 下面黑色的還是竹炭雪糕桶 很重椰子味 它有點像沙冰 雪巴 雪巴那些 咦 又看到牌子寫著建築語言 這裡還採用了很多水磨石的元素 每間店舖的pattern都有點不同 招牌還很有特色 還有它們還重現了以前檔口的樣子 這裡最最最猜不到的是 竟然有一間日本餐廳 有得吃Omakase 在街市吃Omakase 我真的沒試過 客人一定要來試一下 地下這層的超市 都有賣沙律和一些清淡的午餐 適合那些OL 隔五個小時開派對公司 就可以買這些回頭 中環街市又怎知道這麼少東西 還有很多特色東西等你發掘 下一站我們去香港大學 體驗一個前所未有的旅程 我們去探險 我敢寫包單 這個旅程從來沒有YouTuber介紹過 現在我們來到香港大學 香港大學有什麼特別呢 除了它的八年歷史和建築坡之外 很多打卡位 但是最重要是我們發掘它不為人知的一面 你們看這個頻道我只是想這樣 有什麼不為人知的一面呢 很多大學都有些恐怖的故事 但是我們參加這次的虛擬道賞團 虛擬的導遊就會跟我們講解這些恐怖的故事 那我們怎樣參加 那這件事呢 我們就要下載一個APP Insider Tour這個APP 是會由虛擬道遊 帶你深度遊覽本地的旅遊景點 同時運用AR技術 帶大家體驗旅遊的樂趣 裡面的Tour是免費的 大家可以scan QR Code 又或者是資訊難度下載 下載了這個APP之後 裡面就是香港大學之怪談 其實你的手機要換個螢幕 同呀 我們可以開始道賞 他說要戴耳機 之後你戴耳機 我們就可以開始這個道賞團 他會教你去哪個出口 我們下一站去哪裡 作為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學父 香港大學有著不少怪異和恐怖的傳說 今天我就會帶你去其中幾個靈異地 他說這些故事是導遊聽回來的 但是呢 如果過程中 我們遇到一些靈異事件的話 他就不負責 因為有些不禁不負責任的導遊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 跟著我們會去柳老師樓 Nose Building 當你去到嘶惠夫樓的時候 在你左邊 你應該會見到有條樓梯 叫做中山街 那看回APP 我們跟著條路走 因為其實它都有Google定位在裡面 好像差不多到了 它的聲音好像感覺到不OK 好像恐怖的樣子 對 好像很認真 2002時機 很緊張 好像很認真 你一個人好像 對 好像到了 可以到達 一個傷心失望的學生 決定在Nose大樓跳樓自殺 神經病 不過跳樓來的途中 學生撞到Nose橋的窗口 而當時橋的窗相傳和現在不同 是向上打開的 學生的頸撞正窗框 結果即時伸手而出 沒有了頭的屍體 就這樣跌了去你身處的廣場 糟了 我的武館正在動 好恐怖 不是啊 真的有料 接著 我們會去河花池 到達了目的地之後 走去河花池旁邊的孫中山銅像 然後按 我已到達 晚上玩應該超有感覺 但因為我太害怕 所以我不敢在晚上做這件事 我將會以AR實景道上 講有關河花池的恐怖傳說 待會請你根據指示 打開鏡頭之後 再去找AR實景道上 我們現在到達孫中山銅像 我們就要打開一個APP 它呢 有得AR 怎樣?AR了沒有? 何花池是香港大學最廣位流傳的靈異地點 我經過何花池的事 就算那天陽光普照 我整個人覺得這裏都是特別陰森恐怖 不過教授並沒有按照約定出現 女學生十分之傷心 最後在藍色箭咀指著的地方 跳了進去河花池吸殺 聽說那些學生還有更奇怪的經驗 當他們晚上經過河花池的時候 會在藍色箭咀的旁邊 亦即是紅色箭咀指著的位置 聽到有人問 現在幾點啊? 如果你這麼不好再聽到 記住不要回答 好恐怖啊 怎麼這麼有料的這個Tour 我們走吧 不如我們快點去玩完這個Tour 我好害怕啊 小膽的朋友 一定要在一口來 大膽的朋友試試夜晚 因為他的音效 還有呢 加上AirPods的港噪功能 絕對你會無管動 我們接著會進去 有可能是香港大學最詭異的地方 莊月明文園中心 你到了正門之後 不要進去中心轉 不要 你先看大樓的愛人設計 之後 富豪為了紀念莊月明 資助建了莊月明文園中心 大樓 圓拱形長生的設計 有不少學生 聯想到中國的傳統奧業 他說呢 這個大樓的設計呢 是跟 怎樣說呢 那個靈墓有點像 是跟靈墓有點像 那就是想 困住個鬼魂 不讓他回家 糟了 我們是不是不應該在這裏 說這些話 怎麼辦 接著我們會搭扶手電梯去二樓 他們都不怕 沒事的 到達二樓之後 轉右去百家的門口附近停低 再按 我已到達 百家有不同的員工 在晚上執貨的時候 經常見到 有個坐在輪椅的女人閃過 員工也都時不時聽到 輪椅動的聲音 至此之後 百家就提早在七點鐘三門 我們下一站 是三樓的廁所 進去廁所 留意一下廁所的環境 廁所我真的要skip了 因為這個是最恐怖的 我們下一站 會在大樓三樓的樓梯間 當你到達之後 再面向大樓出口的玻璃幕牆 有沒有留意到 幕牆上面的標誌 可能 你以前沒見過 不過如果你掃去第二幅圖 這些標誌 和中國的銅錢 非常相似 而當玻璃幕牆上的銅錢標誌 和天花的圓拱形灑水系統 重疊起來 想多了 我覺得是 就會搖成天的營造 然後我們會去二禮堂前面的噴泉 到了我們終於到 是不是最後一站可以看的 對啊最後一站 我好害怕 我好害怕 先按我二度 又有AO核 我好害怕 有個故事出現 明月泉都是為了紀念莊月明而起的 你或者在這裡想 這個泉沒有什麼特別 這個噴泉有兩個令人特別在意的地方 藍色箭嘴紫著的地方 你會看到噴泉噴水的時候 是會呈現三支香的景象 就好像在這裡拜祭某個人頭 而攝青鬼在眾多鬼怪之中聚麻 大多都是懷著仇恨而練成的 還要晚上的時候 泉字左邊的兩環會變得不顯眼 令泉字變成鬼字 我後來查過才知道 原來這個富豪的傳聞 真是似層層的 好了不劇透那麼多了 想知道的話記得下載這個app 去到當地才可以解鎖 這麼神秘的故事 裝完這個虛擬導遊的恐怖怪談團 之後你有什麼感想呢 很想便宜 你又不讓我去廁所 我不要去廁所 聰明 我只知道你很怕 我自己去日本的時候 也有想過 會不會將來日本也有這些 可以指導我們這些自由行的人的apps 即是去到那個景點 按一個按鈕就可以聽完歷史介紹 背後有什麼傳說 還有呢 可以做一些AR女特效 還可以拍照 其實也很希望這些apps 在香港可以做得更多 讓大家可以發掘到香港本土旅遊的趣味 記得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留言、分享、訂閱、訂閱 拜拜